全球的循環 現在的日體關係 是在世界中的深深的友情 台灣日本研究會成立大會即論壇 日本駐台大使全玉泰清零現場 表示疫情期間 台日互助培養出令世界羨慕的無敵友誼 期盼未來雙方也能活用彼此特長互相幫助 現在國際社會 在國際社會的再構築和化碼性的達成 經濟的課題 在這個困難的時期 台灣在世界中的半導體技術 日本在強力的水素技術等 日台卻能夠協助的領域是無限大大的 佈置蔡英文總統法萊赫電 日本自民黨外交部會長佐藤正久 日華議員肯譚會會長古物歸斯 及多位日本學者也以線上或預錄的方式參與 這也是繼台日執政黨二加二會談後 又一場台日交流 日本會在美日台關係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過去都是美台關係日台關係而已 現在是美日台關係中三邊的互動 這時候日本會從過去的消極角色轉為積極角色 面對中共軍事擴張 學者分析 美日台三方至少在安全保障上 會成為一個準聯盟的關係 向美國表態就是我們有積極備戰的一個決心 那美國他就可以透過他自己的一套 所謂的亞太戰略 來作為制衡中國的一個威脅跟崛起 那如果從這樣子來看 日美台三方至少在安全保障上 勢必會成為一個準同盟的關係 而日本參議員佐藤正九也在會中表示 近日日本自民黨外交部 將透過台灣政策計畫團隊的成立 對日本政府提出對台政策建言 台灣日本研究院理事長李世輝也表示 希望未來有機會促成日本版的台灣關係法 增進政府跟政府的互動 新唐人亞太電視黃亮簡詹永如 台灣台北報導 你 Punels 積極 雌 是 感谢观看